刪除一下 OK 然後呢 我利用那個 當成是一個 所以第一個 我就是 A 等於什麼呢 A等於 Range Range括弧 那我放在哪裡呢 Z 1的位置 然後呢 加 1 對不對 因為 第一筆之下 那我要寫在下一個 所以呢 加1 之後的話 那就是2 然後最後的話呢 A 這個應該是怎麼樣 把它又寫回去 寫回去 所以呢 Copy之後的話呢 我就把它 怎麼樣呢 寫到裡面去 並且 把 這個值怎麼樣呢 寫多少 寫2就好了 因為我前面已經先加了 加了之後 給他對不對 給他之後呢 他就變成2了 2之後的話呢 他再把2寫到這裡面來 那在下一次的話呢 他就變2加1就變3 3再寫回去 他不就可以新增一個什麼呢 一個 一直往下的 加的動作 這個部分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 在100 假設我今天行員 有一個客戶來申請 然後開始計算 紀錄下來 OK 好那下一個又有一個 他500萬 他的利率是 3 然後他是20年 計算 計算之後的話呢 紀錄下來 有沒有 下一筆了 他會往下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 下一個 他 大戶 他借了5000萬 然後給他 1.8好了 OK那已經超低利率 他是30年好了 OK 開始計算 紀錄下來 有沒有 就一直記下來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把什麼呢 Excel 當成什麼 資料庫來使用 那實際上這些資料呢 都可以記錄下來 那也就是你將來 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就 以後反正你的工作一定會 呢